中餐厅第二季终于正式运营了 虽然这一次来到了对食品安全极为严格的法国 不过看大家信心满满的样子 就知道他们能有自信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中餐厅的看点 不仅仅是让人放弃减肥计划的各种美食 还有的就是在餐厅中各种明星之间发生的趣事 这一季的中餐厅的嘉宾有店长赵薇 赵薇的老搭档母阿哥苏友腾 女神舒奇 音乐才子小白 还有三小指中的王俊凯 光从这阵容上看 应该已经圈了不少分了吧 而他们之间发生的趣事 应该更能吸引到你们 在开业第一天做准备工作的时候 店长赵薇感觉当时气氛有点闷闷的 于是打算挑点式出来娱乐 一下气氛要搞事情 自然还得从自己的老搭档苏友鹏搞起 小样子和武阿哥的故事估计 在每一个90后心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忆 于是赵薇扭起来身体开始唱苏友鹏的清平果乐园 而苏友鹏似乎早有准备没有任何的思考 随后就是一句 有一个姑娘如此机智的回应 瞬间让赵薇抱走 然而苏友鹏却毫不畏惧 一点不怕事打接着唱 随后小白也跟着凑热闹 两人有很RB的方式唱了起来 看到如此来世的小白和苏友鹏 赵薇威写道 今天晚上把你们的歌全学一遍 再来PK 而这时苏友鹏和小白 表示我们的歌很多 而且很难唱哦 毕竟赵薇是一个演员 不是各个手 不是各个手 请不吝点赞好 请不吝点赞好